社會的臺灣照顧殺人 悲劇層出不窮 居服員被認為是關鍵角色 可惜的是逃走的人卻太少了 目前缺口仍有將近一萬人 而長照二點零居服員的服務 改以項目計費也被批評 不好用 不夠人性化 這回我們跟著一名六十七歲的居服員 實際到照顧者家中來拍攝 發現確實有些項目是看得到吃不到 學者就建議了服務項目和使用時數 應該依個案的狀況來彈性調整 才能讓人力的運用更加的靈活 幫助更多家庭 早上八點半居服員賴剪秀蘭 準時抵達服務個案家裡 雖然她已經六十七歲 身體卻很硬朗 深深熱愛這份工作 我覺得可以做愛心 愛可以賺錢 一級兩得 很好 她協助的對象是四十八歲的阿丁 因為腦性麻痺 手腳嚴重彎曲 秀蘭姐必須手腳並用 細心的幫她伸展按摩 長年下來 她和阿丁累積深厚的信任感 伸展半個小時已經汗流夾背 緊接著是協助沐浴 阿丁平時的主要照顧者是媽媽 秀蘭姐一週來六次 大大緩解家人的照顧壓力 小媽知道了 生母不安 生母不安 青年度不安 所以很甘情 很甘情有她 內保養 阿丁市中低收入戶 申請肢體關節服務 一次只要9元 沐浴16元 另外還有多項服務 讓照顧者申請 然而居服員也只能按照項目服務 不夠活化也IP不好用 就是太大 因為你去有醫生看 你先掛給你 你先掛給你,你也要等人 等人、等人、等人、等人 真的可以再看你 不然就這麼鬧鬧 譬如說,過年三月 我幫忙 我幫忙多頂 我都沒有朋友 我只能不能動 我只能不能動 多項溝通 就是希望我們居服單位 如果發現案子的需求變了 其實我們服務員是會很立即的告訴我們居服渡島 我們渡島就可以再往公部門那邊 或是跟各館做聯繫去做調整 但就是有時候會一來一往之間會花掉好幾天的時間 那希望就是中央這邊可以給我們的談性是大一點說 這個案它確實它就是不方便行走的話 那我們可能有更多我們看到的需求 可以讓我們先就是先快一點進入 一百零九年統計居家照服員的缺口仍有九千六百人 教授建議人力少政策得更活用才能用得精算 進案量來說 它就是每一個個管大概都可以卡一比一百三十案左右 所以其實是那個案量是源源不絕的進來 居家服務員是非常需要這麼多人人才的進駐 目前之所以不好用是因為我們就是把這個服務零碎化 但是如果說我們真的有需要有一整段時間 或者說比較長時間的陪伴 那這個是可以透過照護計畫的擬定 讓它能夠更配合我們家人的需要 居服員要服務的每個家庭都各有難題 他們要深入了解各個環節 幫助照顧者獲得最大的喘息空間 同時取得被照顧者的信任 而這需要政府的權力支援 讓政策活化 臺灣這條長照之路才能走得更遠更廣 華視新聞 林彥茹送一張專題報導